梧桐主席拿督罪阿末扎西今早被押往吉隆坡法庭 面对涉及洗黑钱和失信等45项控状 涉及款项高达1亿1400万令吉 阿末扎西最终以200万令吉保外 引起支持者不满 目前他们在法院大楼外席地而坐的抗议 而现场也有大批的警员 以及这些联邦后备队的成员 目前正在严重以待 除了巫统党员 多位巫统高层也到场为党主席加油打气 当中包括属里主席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 两位副主席拿督斯里卡利诺丁 和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等人 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 前手下纳吉过去多次被控 阿末扎西都没有到场 但是纳吉今天却前来声援 短暂逗留半个小时后就离开 阿末扎西今天一共面对45项控状 其中27项 涉及违反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10项失信罪和8项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的罪名 涉及金额高达1亿1400万令吉 阿末扎西聆听控状之后 否认所有控罪或准以200万令吉保释外出 法庭预令他今天先缴付一半的保释金 另外100万令吉必须在10月26号之前缴清 案件则定12月14号过堂 至于在法庭大门外 无法进入法庭范围的支持者情绪激动 一度和连巴后备队员推挤 支持者宣称 有几个人因为天气太热不知倒地 莫哈莫哈山也透露 巫统将在来临到最高理事会 讨论党主席的情况 巴都空间陈思璇吉隆坡报导